大家好,欢迎观看现在怎么办视频系列 这是为新进确诊自闭症的儿童的家庭准备的 今天我们要提供一些信息,介绍如何谈论自闭症 我们将会讨论如何与您的孩子、家人、学校或托儿所 以及和更广泛的社区谈论自闭症 在您和孩子讨论他们的自闭症确诊和诊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要考虑几件事情 您的孩子会理解诊断结果吗? 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对于您作为家长和看护者会有什么影响? 您是否可以应对好这场对话的压力? 这样的对话是不容易的 您是否有支持团队? 可以帮助您或者陪同支持您? 你想怎样解释自闭症? 想使用怎样的措辞? 每个家庭谈论自闭症的方式都有不同 要了解更多信息 您可以查看安大略自闭症机构的语言措辞陈述 这是如何谈论自闭症资源中的一部分 念接见下文 这只是开始 您的孩子会随着发育成长 并学习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会提出各种问题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获取有关自闭症的资源和信息 为这些问题做好准备 这样会有所帮助 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指导您的决策 但是务必要记住 每一位自闭症患者都是独特的 有一系列的需求和能力 您最了解自己的孩子 会知道他们是否准备好了 我们必须记住 即使您不透露诊断结果 儿童和青少年也会迟早会发现 年幼的孩子可能会注意到 他们的父母经常去复诊 经常吵架 或者经常伤心 他们会知道有什么事情 让你不高兴 即使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青少年和成年人已经知道了 他们会看过节目或读过书 并自我认同 孩子可能会觉得失望 和正经于父母没有告诉他们 父母和看护人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 但是孩子或青少年可能很难理解 为什么这些信息会被隐瞒了 最后当您的孩子确实发现时 他们可能会觉得您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 是因为他们的错 问题太严重了 您甚至不想告诉他们或谈论 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但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很难理解你的观点 他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想告诉他们 专家建议父母 在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和发展能力的同时 与孩子谈论自闭症 自我认同导向对自闭症的积极看法 改善自我认知和了解自己的需求 这包括不再觉得是个人的困难或挑战 是他们的错 更多的是理解事情可能超出他们的控制 增加找到社区感的可能性 透露的窍门 按照孩子的发展程度介绍自闭症 然后再慢慢增加信息 作为父母 您最了解自己的孩子 也最能判断他们此时能够理解多少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可以联系您孩子的儿科医生或其他支持专家 了解您孩子的语言接受能力 待一会儿 我们将会讨论不同的资源 您可以使用这些资源 来帮助在孩子的水平上解释什么是自闭症 确定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优势 解释人们的大脑工作方式不同 这意味着有些人擅长做其他人可能难以做到的事情 他们可能认识其他孩子是优秀的艺术家或运动员 他们可能认识其他孩子是好朋友 非常善良 确证他们的感受 让他们知道感到悲伤或困惑 甚至有点生气是可以的 这些对于重大消息都是正常的情绪 鼓励好奇心 这可以采取榜样的形式 比如向他们解释 有很多名人患有自闭症 例如 如果他们喜欢口袋妖怪 让他们知道口袋妖怪是由自闭症患者创造的 这样可能会有所帮助 这也意味着鼓励他们了解自闭症和神经多样性 提出问题 并思考这对他们自己意味着什么 最后 要积极正面 选择适合您家人的时间 您的孩子这一天过得比较顺利 你们双方都需要准备好情绪 准备好交谈和倾听 如果您希望在此讨论中过得支持 另一种选择是让社会工作者或辅导员和您一起 他们可以帮助引导您孩子的感受 并在您需要时提供一些帮助 兄弟姐妹有独特的经历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感受到他们与患有自闭症的兄弟姐妹不同 他们的兄弟姐妹可能比他们更多去覆诊 可能有与他们不同的行为或举止 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兄弟姐妹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和他们一起玩耍 而感到难过或生气 在安大略自闭症机构 我们每月举办网络研讨会 介绍什么是自闭症 以及安大略自闭症机构如何支持您的家人 如果大家庭成员正在寻找更多信息 让他们参加可能会有所帮助 当我们开始考虑向您的直系亲属以外的人透露情况时 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将您孩子患有自闭症诊断 告诉朋友和家人可能具有挑战和压力 有很多原因让人觉得这种透露特别具有挑战性 您的感受和信仰 文化背景以及您自己的悲伤过程都会产生影响 您可能会担心有些人也许不完全了解什么是自闭症 听到人们说 但他看起来不像自闭症 这样的话可能会令人沮丧 但与您最亲近的人是您和孩子的重要支持团队 因此让他们参与进来是值得的 我们最近推出一个名为 关怀看护者指南的资源 该资源与谈论自闭症资源连接在一起 以下是该指南的概览 该指南专门讨论了为看护人寻求支持和联系的重要性 有句俗话说 养娃靠全村 为了获得全村权利支持您 他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他们需要更多有关自闭症的信息 安大略自闭症机构每月会举办网络研讨会 介绍什么是自闭症 以及安大略自闭症机构如何支持您的家人 这些网络研讨会的链接也可以在资源列表中找到 接下来我们想简要谈谈如何向您的学校和托儿所透露孩子的自闭症诊断 您学校的团队可能包括许多不同的专业人士 包括但不限于孩子的老师 您透露了自闭症诊断 您的学校可以开始为您的孩子请求适当的支持 他还可以支持畅全工作 例如实施个人教育计划IEP 或请求成立一个识别、安置和审查委员会 IPRC 如果你正在寻找有关自闭症的学校流程和畅全的更多信息 2022年夏天 安大略自闭症机构举办了一场关于学校团队的网络研讨会 该资源与谈论自闭症资源相链接 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和自闭症青少年都表示不愿在社交场合透露他们的诊断结果 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污名化 康乐项目和营地活动有时对自闭症儿童来说是压力很大的情况 因为这里的社会要求和学校一样高 而没有学校的规矩和可预测性 根据您孩子的需要 您可能会选择透露或可能不会透露 这具体取决于我们在前几张幻灯片谈到的考虑因素 具体来说 透露有什么帮助或者没有帮助 不过在涉及到医疗保健提供者和专业服务时 最好透露您孩子的诊断结果 以确保他们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护理服务 抚养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可能会面临巨大压力 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报告说 他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担忧 要高于神经正常儿童的父母 办理各种手势可能会令人沮丧 并且可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但是您已经尽力了 您是可以有办法获得支持的 获得支持的一种方式是 通过为看护者设立的支持团队 安大略自闭症机构举办两种不同类型的团体 有正式的 有人主持 多个星期的研讨小组 专注于培养应对技能 也有称为Cares Cares的团体 全年都有开办 也有更随意的随时登门类型的团体 叫做好爸爸好妈妈 还有黑人看护者群 这两类团体都刊登在我们网站上的活动页面上 根据开办时间更新链接在谈论自闭症资源列表上 我们希望今天的视频让您了解到如何谈论自闭症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 所有的链接都可以在如何谈论自闭症资源中找到 该文件的链接在下面 这些可以直接引导您访问各项目网站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疑问 可以联系安大略自闭症机构